阴阳两阁真的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吗 我们就带你来看这个故事 在台中神刚 有一名男子因为急性心肌梗塞 促事 当时睡在旁边的太太非常的自责 觉得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呢 搞不好他就可以救回老公一命 玄奇的是 有一天这名男子的大衣子去问运势 突然之间哭了起来 而且他的哭声还是男生的声音 这个时候庙里的观音代言人就说 这是过世男子在请求帮忙阴阳和解 这是怎么回事呢 而且说到这名观音代言人 他叫做吕吟珍 他蛮特别的 外表非常的时尚也很亮丽 而且曾经是美妆专柜的小姐 而为什么他又会跟观音结缘呢 自信微笑时尚装扮 她是吕怡珍 曾是国际知名美妆品牌的专柜小姐 现在多了一个特别身份 原本俏丽的脸庞突然变得严肃 此时此刻 吕怡珍正在连结和主公之间的天线 一吐一纳慢慢化身观音代言人 大家早安 大家好 咱们迟程已到 到场中央来 等一下请部分的人员 轮流着到场中 一起唱授心经 为大众祈福 说起话来自证腔员 腔调还带点金骗子 耐心为信众一一祈福补运的吕怡珍 只要一戒体给主公 原本气质柔美的她 突然出现一股柔中带刚的气场 甚至大胆跟阎魔王抢人 年底的时候就问说 那明年运势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当时那年我记得是 菩萨有说 就是有大观要过 然后身体健檢 所有的重要部分都一定要检查 对很多民众而言 一年做一次健康检查 是常有的事 那么观音的指示 有何玄机呢 我那一年是因为菩萨讲 每一个部位都一定要检查 所以就去选了做脑部的检查 所以就检查出来 所以医生都觉得 大部分血管流动是爆了 就是已经爆开来了才会知道 那我怎么能够之前就去检查出来 照理说 吕依珍代替神明为名消灾解饿 应该是好事一桩 很难想象他曾经很抗拒这样的特殊体质 这故事得回到他读小学时说起 每天晚上 而且都差不多凌晨两三点 哭了起码一两年有 每天睡到凌晨两三点就会哭醒 难道他看到了什么 他就是半边脸是烂的 然后身高跟我差不多 就七八岁的小男孩 一到半夜就会出现的小男孩 嚇得小小年纪的吕依珍 赶紧找妈妈哭诉 由于吕家是外地人 来到这里租房子 只能向附近邻居打听 我去求证之后 隔壁的人才跟我说 你不问我不会跟你讲 因为这个是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都不敢住这一间房 因为这一间房子会闹鬼 什么 租个房子居然碰到怪事 吕妈妈赶紧追问 女儿看到的小男孩到底是谁 她才跟我说就是这个女主人 在这个小朋友车祸死掉了 然后应该是她的魂没有引走吧 后来吕家为小男孩 举办超度法会 小怡真终于能够一夜好眠 但也从此开启她的关键 带眼人生活 有一天小怡真的妈妈在擦绳桌 她在一旁画画 只是画着画着眼前的观音神像 怎么变得不太一样 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就是菩萨 可是它很大很大 我看到大概三层楼高 她在动 我说怎么会在动 然后她还拿一个净水瓶给我 我想说她怎么会在动 小怡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连忙告诉妈妈这件怪事 当时潜心修行的吕妈妈 明白了女儿的与众不同 从此才念小学的吕怡真 就像电视剧 通灵少女的主角小禁一样 经常被大人追着问世 就像通灵少女 那个小禁我脸很臭 因为我不想 完全就一模一样 就是被大人追得要办事 因为他们要问这家公司好不好 然后那个可不可以合作 然后什么 我就觉得很烦 建议你选一个听起来顺耳 又好听喜欢的啦 这样子有好的意念 人就会好了啦 既然心里觉得不舒服 为何还要勉强自己 因为传统的信仰观念 会给我们觉得说 你如果不做你会怎么样 你不做你就会怎么样 不可回 对 然後我就会莫名觉得 对 我如果不做我就会很惨 这样被迫与神同行的日子 直到吕怡真上了国中 才离奇解脱 我都觉得那个像Wi-Fi 有没有 然后就Wi-Fi就突然没了 那时候大人就说 怎么看不到什么 因为平常问习惯的人 怎么都就是还想要再来问 可是我就是 就是那个接不到就是接不到 可是那个时候我觉得 我还满开心的 因为就恢复正常了 笑称自己当时恢复正常的吕怡真 在妈妈眼中却像变了个人 因为叛逆期来得又熊又狠 居然一度翘家 她那个时候是国中考高中 考不到学校嘛 她因为她说 那个时候就很超级爱玩的 而且很叛逆 超级叛逆 她外表会打扮得很时髦 而且会穿得很低胸 后来吕怡真会乖乖回家 全因为一起翘家的朋友出了怪事 当时两个人一起走下楼梯 她整个人往后弹 就像你没有走过去这里 被撞到往后弹 然后我就吓一跳 她就跟我说 她这边有一个一条绳子 我就说没有啊 真的没有绳子 就之后她就开始一直发动 眼看朋友已经变得无法控制自己 吕怡真虽然惊吓过度 还是强打精神先送对方回家 再回她家之后 我才知道我妈也去她家找过了 我妈也已经跟她妈说 我有特殊体质 那时候她妈才跟我说 你不是有那个灵异体质 你不是会处理 可是因为那时候 我真的还没有太多 这方面的经验 我也很害怕 最后吕怡真的朋友 被带去庙里收金 而她则是领悟一个道理 然后是我翘夹第三天 才第三天而已 但是我自己心里知道 我还是离不开那个GPS 既然被神明选中 或许得肩负另类的社会责任 于是吕怡真一反过去的排斥心态 下定决心打坐修行 试着重新联系主公 或许是因为心态改变了 吕怡真神奇恢复她的特别能力 还遇到真命天子生了两个宝贝 白天在美妆专柜服务客户 晚上则代替主公服务信众 最特别的是 近几年主公给了她一个特别任务 你把专注力带到你的呼吸 然后持续放松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然后现在你很安全 是被保护的 所以你只要把专注力回到呼吸就好 不用特别快也不用特别慢 吕怡真正引导信众 进入神秘的第七密度空间 第七密度空间 其实它是属于情绪波动比较少 换句话说 我觉得就是近 就是相当的近的那一个能量波当中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 你自己内在原本看不到的东西 所有的情绪都是需要让它流露出来 没有关系 所有的情绪都是最刚好的 除了想跟你的先生说我爱你 还想跟你的先生说什么 谢谢 江小姐到底感受到了什么 让个性开朗的他泪流满面 不是难过 那是一种感动 以前在菩萨有跟我先聊过 前世今生的事情 我先生在前世 也是做这样子的角色 就是一直照顾我 我想说这个人他有办法 就是他想要照顾人 他爱这个人的心情 有办法延续到这一世 我觉得他对我来讲是非常感动 原来吕怡珍代替主公 为信众排忧解惑的方式 已经不像传统公庙寝神上身 而是透过一股 源自第七密度空间的能量波 让信众发现隐藏的自我 而在济世过程中 他最不舍碰到这个情况 2019年 有一名女子来咨询 突然他哭了起来 只是哭声居然是男生的声音 他上他大姨子的身 然后我收到讯息是 他要好好跟他老婆说再见 这个他究竟是谁 在这名女子恢复异事之后 吕怡珍得到解答 原来这名女子的媚婿 日前因为心肌梗塞促事 但她舍不得另一半迟迟不肯离开 于是吕怡珍承诺 会替她完成最后的心愿 只是阴阳两个真的能够沟通吗 我负责引导 但是她们两个的能量 是彼此相近的 她感受到她先生抱着她 她就哭得很惨 很惨 我就说对 她真的抱着你了 难道生与死 不再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因为更玄奇的还在后头 当时吕怡珍充当亡灵的翻译 请老婆回忆刚晚病发的情况 她老婆很在意的是 在她心肌梗塞的时候 她怎么不叫她 她或许叫她 一下她赶快做CPR 或者是叫救护车 是啊 或许这样 事情还有转环的余地 她知道她太太 一直很在意自己没有救她 她真的很自责 当时她老公 请我传递的讯息是 叫她老婆說 妳可以骂我 她老婆就哭著說 我們結婚17年 妳對我那麼好 我怎麼捨得罵妳 結果她老婆講完就說 對 我很想罵妳 我很生氣 原來妳有心臟病 妳有心肌梗塞 妳怎麼都不講 因為解開了心結 夫妻倆終於能夠 好好跟對方道別 是她親手把她先生送回天國的 因為他們已經擁抱完畢了 好好說再見了 然後她說她看到她先生 轉頭跟她微笑 她說她放心了 這一起不可思議的 陰陽和解事件 雖然顛覆大眾 認為人鬼殊途的想法 但看不到不代表不存在 或許這也是神明透過代言人 勸勢的方法之一 也讓我們一睹傳統民俗 無法用科學解釋的那一面 台灣大事不堂辦未記 各位好我是俊向 我是雨昕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為大家搜羅全台灣的重案 還有那些難以理解不可思議的奇人騎士 邀請妳加入我們的YouTube會員 給我們最大的支持跟鼓勵 妳在加入會員之後呢 妳就可以得到一個專屬的徽章 就可以跟著我們來看全台灣更多 非常離奇的社會案件囉 台灣大事長期以來 您的家就是給我們 最值得鼓勵跟支持 啊 不堂辦未記 趕快動手加入我們的會員吧